我们在第一线奋斗的外交人员 情何以堪呢 还记得2018年9月 大阪燕子台风事件 网络假消息攻击不断 让驻大阪办事处前处长苏启成 选择上调轻声 为此监委长柜美及蒋启文 启动为期半年的调查后 也正式对外交部提出纠正 外交部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以为假新闻压力 造成苏助长轻声 但是都没有查明到底是什么人 要苏助长提出检讨报告的 那家族的羞辱性的言行的 到底是谁 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此负责 调查报告直出 外交部警救网友的po文 以及媒体的舆论抨击 就要求驻大阪办事处检讨 并没有详尽调查职责 而驻日代表谢长廷 事发后频频对媒体放话 将责任推给驻大阪办事处 装从压力下才会间接导致 苏启成选择 不归路 谢大使当时接受媒体说 大阪不归我管 如果有错 大阪就应该道歉 所以所有的 这个舆论的责任压力 全部跑到大阪出去了 不过这场纠正案 再度引发监察院查湖内风暴 就在掌柜美及江启文 召开记者会时 另外七名由总统蔡英文 提名的监委 联名发出对报告的不同意见书 也让江启文嗤之以鼻 不仅监察院内部意见不一 遭到纠正的外交部也不甘示弱 你认为外交部该不该被纠正 在这个事情上 检察院的纠正 不是我一般的中小学生讲的纠正 我知道 我觉得我们外交部 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疏失 苏启成亲身一事 凸显出假消息散布的严重性 不过遗憾已经发生 事实的真相 或许只有当事人心中最清楚 欢迎新闻 郭彦廷丁上城 台北报道